都说锐血赵丰年 但今年这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大雪 却成了灾难 各地的乱坟堆都多了好多草席裹着的尸体 就连一些单个的散修 为了生存 去深山叶烈 死于非命 这天 齐山温氏收到了大泛山旁之的求救信号 而因为温若寒闭关 暂时代理宗门事务的大长老 却是个贪图享乐的 当他从宿罪中醒来 派人过去时 只看到一个人形石像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在足地里走来走去 而那些族人 早在他脚下变得血肉模糊 那些弟子看到这个场景 也没什么反应 旁之而已 死就死了 封印了五天女以后 装模作样地在整个足地里走了一圈 确认没有火口之后 也懒得替他们收尸 直接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至此 齐山温氏齐皇一脉满门覆灭 与此同时 宜陵乱葬岗不远处的深山里 多了一个冷家村 宜陵 温情带着人已经在这里找了大半个月 要看年关将近 又因为这场大雪 街上行人越来越少 可是还是没有找到魏无羡的身影 主要还是 温情并没有见过这个时期的魏无羡 所以就算找人打听 也不知道怎么问 汪汪汪 汪汪汪汪 阿救命啊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狗 远远的 有狗叫声传来 还有一个快速奔跑的脚步声 终于 街道拐角处 一个棚头垢面的身影出现 慌不择路地越跑越近 魏无羡 温情看着那个小小的身影 试探性地叫道 嗯 你是 魏英听到有人叫他 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汪汪汪 阿又来了 救命啊 不等对方说话 又向前跑去 四叔 我知道了 等温四叔赶走野狗 一行人来到温情 他们下他的客栈 叫了一桌饭菜 也没人说话 只是看着魏英在那里 狼吞虎咽地 吃着饭 魏无羡 你是魏无羡吧 不对 你现在应该叫魏英 你是不是魏英 我是 琴姐 魏英淡淡的声音响起 魏无羡 真的是你 你也 嗯 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温情印象里的魏无羡 永远活力四射 不管身处什么境地 永远是笑着的 就好像他从来都没有烦恼一样 但是现在的魏英 整个人死气沉沉的 好像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这让他很不习惯 没什么 这样挺好的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活下去吧 虽然重活一次并不是我想要的 但既然老天这么安排 我也不能不给面子吧 要不 你跟我回去吧 去祁山 去了你就知道了 你应该会喜欢的 魏英也不管温情在卖什么关子 反正他知道 他不会害他 也就老老实实地跟在他们身后 一路向着遗陵深山走去 冷家村 三面环山 只有一个出口 在远离出口一块刚清出来的空地上 几十个青壮年正热火朝天地在建房子 而女人们在一旁简陋的灶台上烧饭 孩子们在还没成行的房子里跑来跑去 欢声笑语不断 明明是大雪纷飞的天气 却凭空给人很温暖的感觉 魏英恍惚间 好像看到了前世 他刚带着人定居乱葬岗的时候 也是这样 所有人说说笑笑 觉得生活有了盼头 这是 这是冷家村 是不是跟刚到乱葬岗的时候很像 以后 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我们齐荒一脉的所有人都在这里 温若涵 他呀 听说又闭关了 不过就算他没闭关 人活着不放我们走 但是人都死了 他能有什么办法 这可是所有温氏子弟亲眼所见 是这样的 温情跟魏英说了 他跟他父亲定下的金蝉脱鞘之计 原本没想到会这么快的 毕竟那么多尸体一下子并不好收集 不过 就像你说的老天安排 我们活下来 所以才会有这场百年难得一遇的大雪 就是修饰的尸体并不好弄 原本还担心温氏子弟探查 结果人家根本不在乎 看到人死了 连替我们收尸的不愿意 直接一把火烧了 你说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他们 大泛山的氏温贤早就传信给温情 很好 魏无羡 你现在我真的好不习惯 快点 我带你去见我阿爹阿娘 还有阿宁 温宁 嗯 活生生的阿宁 温贤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中年人 脸上有着淡淡的微笑 看到他的第一眼 魏英在他身上看到了泽吴君的身影 想到泽吴君 又不自觉地想到那个在雪地里帮他取暖 跟他相拥而眠的小小少年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还在伤心吗 魏公子 你的事通过跟阿晴的共情 我都知道了 你是个好孩子 你并没有做错什么 是仙门百家的新生病了 我们就不了他们 魏公子 我打算收你为义子 不知道 你愿不愿意 义子 是的 你放心 这里所有人都不会泄露你的身份 只要你同意 以后 你就是我冷家村村长冷闲的第三子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魏无羡 你犹豫什么 你看不起我们吗 阿晴 不要这样 魏公子不愿 我们也不能强迫他 魏无羡 我愿意 太好了 以后你就在冷家村 安心生活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会有人干涉你的 谢谢 阿爹 阿爹 这个两辈子都没有见过多少遍的称呼 叫出来却并没有魏英想象中的困难 好 好儿子 不过你这名字是不是要改一下 冷英 秦姐 难听 魏英无语 就连旁边工作的人也都笑了 有什么难听的 我们都是这么叫的 到你这怎么就不行 冷情 秦姐 你肯定又嫁不出去 重生这么久 魏英难得的有心开玩笑 只是嘴角的弧度不在 你 好了 阿晴 冷英 咳 却是难听 阿英 你想叫什么 冷然 比冷英 好听不到哪里去 阿晴 温情众生后 有了父母亲人的陪伴 现在又找到魏无羡 好像放下了心上的石头 让他开始变得像一个小孩子 阿姐 这就是我弟弟吗 这时 一个清秀的小男孩从人群里钻出来 看着魏英满脸兴奋地问道 阿宁过来 以后 他就是你弟弟了 你要保护他知道吗 可不能让别人欺负了去 温贤把温宁抱到怀里 另一手拉过魏英 对着温宁说道 阿爹 我知道了 我不会让别人欺负弟弟的 六岁的温宁 不懂大人之间的弯弯绕绕 他只知道自己当哥哥了 要保护弟弟 因为离开计划提前 这里并没有准备好 而寒冬腊月的 没有修为的老人孩子可受不了这天气 所以大家也没有多讲究 花了三天时间搭了两个大大的房间 只是让大家有个避寒的地方 但是 搬到新家的第一个新年 因为没有头上那座随时压下来的大山 反而比往年更热闹 魏英看着围坐在一起的家人 大家推杯换盏 把酒言欢 向往新一年的美好生活 嘴角微微扬起 却转瞬即逝 新年只热闹了那一天 第二天 所有人又开始热火朝天的建房 弟弟弟弟 我们出去打雪仗吧 一大早 魏英还在被窝里 温宁就一脸兴奋地跑进来 后面还跟着温情 魏无羡 都什么时辰了 你看看还有谁还在睡觉 你好意思吗 困 温情看着整个人都闷在被窝里的魏无羡 也习惯了 知道他不到四时 不会起床 有正事找你 阿爹问你 你的房子要建在哪里 怎么建 魏英从被窝里爬出来 一脸不解地看着温情 不住是一起吗 父亲觉得你可能希望自己一个人住 所以让我过来问问你 不用 那没事了 你继续睡吧 阿宁 出去跟其他人要吧 弟弟还小 要赖床才能快点长大 真的吗 多睡觉 就能快点长大吗 温宁一脸天真的看着温情 这一次的温宁 并没有被五天女吸魂 因此心性和前世大不相同 嗯 真的 那我也要多睡觉 然后快点长大 阿宁真怪 魏英才 不管他们说什么 又一次沉入深深的梦乡